《習近平的密使王岐山首爾之行 真正意圖被解密》 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是由中家衛為你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習近平的密使王岐山首爾之行 真正意圖被解密 隱藏不住了 李克強罕見對十萬名官員透露家底 言論被中共移化節目 聯合國高級專員急忙澄清 專家稱 遼寧艦和美國航空母艦交戰 就好像諸如預想巨人 想吞世太平洋 澳洲美國和中共展開外交角力 以下請收看詳細內容 習近平正走在爭取連任的路上 並面對來自內外的夾攻 在這種情況下 他極需要一個相當穩定的對外關係 在經濟突然下滑的情況下 習近平最少需要中美關係保持穩定 有專家透露 為改善美中關係 習近平近期靜靜進行了佈局 日經亞洲評論資深記者 鍾澤克爾 25號的文章披露 王岐山近日參加南韓新總統就職典禮 其實是擔負著另一個任務 就是向美方發出信號 希望北京和華盛頓的關係重回正軌 而接下來一連串的美中官員互動 也由此展開 此外 王岐山的南韓之行表明 儘管有傳言說 習近平和王岐山之間有裂痕 但個人關係仍然穩固 文章指出 習近平選擇了他的長期盟友王岐山來傳話 因為王岐山長期負責監督中國的金融和商業部門 和華爾街有著密切的聯繫 5月10號 習近平的特別代表 中共副主席王岐山 在首爾出席新任總統尹錫悅的就職典禮 當時輿論認為 這是表明習近平重視和南韓的關係 但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則透露 在這次短暫訪問中 王岐山是試探 在不久的將來 能否進行某種美中高級官員的接觸 眾所周知 當時美國副南韓的代表團 由美國副總統夏里斯的丈夫 艾姆霍夫 Douglas Amhoff 率領 鍾澤克爾指出 這是一個恰當的時刻 首爾的節日氣氛和城市的喧囂 令王岐山可以在不引起注意的情況下行動 同時 主席特別代表這個罕見的銜頭 也給了王岐山額外的影響力 那是中共最高外交官楊潔篪 和外交部長王毅等前國務委員 永遠無法升任的角色 9天之後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 5月19日突然無預兆地暗示 拜登和習近平 可能在不遠的將來進行交談 也從側面證實 在此之前 美中高層之間溝通順利 他分析 在政治風向變強的時候 習近平求助的是王岐山 在經濟突然下滑的情況下 習近平最少需要中美關係保持穩定 但如果美中在線峰會很快舉行 習近平會對拜登說些什麼呢? 鍾澤刻意表示 習近平沒有什麼選擇 因為 惡化的中美關係 只會被黨內的長老和敵對派 提供反對他競選第三任期的彈藥 清零政策和打壓私營公司的經濟政策 令中國經濟雪上加傷 這也令習近平現在不能對美國採取強硬的態度 今年以來 中國經濟形勢已經相當嚴峻 5月25號 中共國家總理李克強 罕有感緊急召集省、市和縣級約10萬名官員開會 試圖挽救中國的經濟 他在會上對地方政府自博家底 說已經有多個省份要求批准緊急發債 已渡過難關 但中央已經沒有多餘的錢 只剩下一筆救急費用 他說 所以我在這裡也給大家報個底帳 除非再有特大的自然災害 還有一筆種預備費 其他的錢就靠你們地方自己了 據國盛政圈研究所公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第一季度 僅陝西、福建、上海和內蒙古四個省的財政收支有盈餘 其他省份都是赤字 其中 廣東新增地方債發行規模最大 達到1,727億元 其次是山東 發行1,263億 河南、浙江、四川 三個省新增地方債發行規模 是1,000億到1,200億 原本就已經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 債務危機進一步加劇 時評人士唐靖遠形容 心臟循環不行了 首先反映出來 就是肢體無端的缺血壞死 也就是地方經濟貧臨崩潰 現在中國就處於這個困境之中 另一位時評人士秦鵬分析 這個全國會議 是為了不被扭曲地 從上到下傳達高層決定 希望全面調動各種資源 不走樣地盡快改變現在的經濟政策 他表示中國經濟危機的嚴重程度 應該遠超官方公佈的數據 還有分析指出 李克強在會上說 要穩住經濟大盤 意思就是經濟大盤已經動搖了 要穩不住了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 到中國大陸訪問風波不斷 除出訪結果受到廣泛質疑外 又傳出他的言論被中共官媒移化節目 斷章取義 巴切萊特的辦公室在25號澄清 他在訪問中國期間的有關講話 被中共官媒錯誤引用或錯誤形容 比如他確實讚揚了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 取得一些成就 但中共央視卻說他 因配中方在消除貧困、保護人權 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 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他說 中國在多邊機構中可以發揮關鍵作用 央視報導講成他 讚揚中共在維護多邊主義方面 發揮的重要作用 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館在推特上表示 巴切萊特祝賀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和保護人權方面 取得的重要成就 實際上他是說 我們將討論敏感重要的人權問題 希望訪問有助於共同努力 促進中國和全球的人權 很多人權組織指出 這些誤導性的聲明 是中共試圖控制這次訪問的信息傳遞 以及訪問本身的具體表現 維吾爾人權項目的高級項目官員 比特·歐盟Peter Irwin對美國之音表示 如果高級專員 真是對大量指向殘暴罪行的證據 對中國政府提出質疑 這樣這次訪問仍然有價值 但中共有近三年的時間 為這次實地訪問打好基礎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不認為這次訪問特別有用的原因 被外界氣稱為山寨航母的中共海軍 遼寧號航母近日在台灣東部海域 進行實戰演習 為台海局勢製造緊張氣氛 但台灣專家一針見血指出 遼寧號不具備實戰能力 如果和美國航母開戰 就好像諸如遇上巨人一樣 打起來非常可笑 台灣國策研究院 5月25日舉行座談會 由於中共遼寧號航母編隊 在台灣東方海域演習 引發了專家的討論和分析 《大紀元》報導 遼寧號這個月3日起演習艦載機起降超過200次 其間多架共機穿越巴士海峽 還有武裝直升機穿越台海中線 在25日 中共東部戰區聲稱 近日中共軍方在台灣周邊海空域 組織多軍兵種聯合戰備警巡 和實戰化演練 是對美國和台灣的警告 但據報導 遼寧號和共軍另一艘國產航母山東號 都使用傳統動力而非核子動力 這樣與美國、英國等國的先進航母技術相差巨大 台灣退伍軍官黃鵬孝曾經表示 缺乏空中優勢和太空優勢的遼寧號 只是海上標靶 自身難保 台灣國策研究院執行長郭育仁表示 從實戰能力來看 遼寧號只是訓練艦 沒有實戰能力 如果真是遇到美國列根號或南韓號航母打擊群 就會好像諸如遇上巨人一樣 實力太懸殊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研究所所長馬鎮坤子春 共軍如果要對台灣發動軍事行動 必須先具備對美國的反介入作戰能力 包括平時阻嚇、衝突壓制、作戰打擊 目前是西太平洋區域 共軍的作戰打擊能力遠不如美軍 那也是評估共軍是否具備攻台能力的重要前提和關鍵 最後專家得出的共識是 中共有對台動武的想法 但尚不具備攻台能力 中共對太平洋地區的野心越來越不加掩飾 路透社獲得的一份文件顯示 中共外長王毅下星期在飛濟 主持中共太平洋島國第二次外長會議 想和多個太平洋島國達成全區域合作協議 涵蓋警務、安全和數據通訊合作等重點議題 美國25日就這個影子協議 警告南太平洋國家要小心 中共外交部較早前聲稱 王毅從5月26日到6月4日對南太平洋八個島國 進行為期十日的訪問 包括所羅門群島、基里巴斯、薩摩亞、菲製、湯加、 雅魯雅圖、巴布亞新基內亞和東帝民 那在北京和所羅門群島達成秘密安全協議之後 在該地區的右一動作 中共的新企圖有意插手太平洋島國中高層警務培訓 舉辦警務合作方面的部長級對話 還提出中國太平洋島國自由貿易區的構想 在資料網絡、網絡安全、智能海關系統、衛生等方面都插上一腳 等於將所羅門群島協議的關鍵內容 擴大到其他九個太平洋國家 感冒而加劇了澳中之間的競爭 已經公開對中共表達鮮明態度的澳洲新政府 展開了和中共的外交國族 新任澳洲外長王英賢、Penny Wong 25日宣布前往非制訪問 和王毅進行外交國力 剛從日本四方安全對話 Quad峰會回來的王英賢表示 這次訪問顯示我們對澳洲和非制關係 和我們和太平洋島國關係的重視程度 他將會見非制總理 姆拜尼·馬拉馬 Frank Benimarama 和非制外長等高級官員 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表示 他的新政府已經承諾採取更多行動 在海市安全、增加援助和允許太平洋島國公民 移民到澳洲等方面 向太平洋國家提供支持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FELD